好 先从十方开始 其实十方它一开始 从月光族然后菜兰族 你最基本的月光族 最后的成绩是变成5000万的富婆 就厉害的 一开始你从记账对不对 对 记账可以记赚到5000万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但是它是第一步 你要蹲 账本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蹲一个马步 我给大家看 当时我记到细到什么程度 哇塞 哇你还画表格哦 对 真的是老师 你记得什么东西啊 你会看到五天 十天什么五单位 十天五单位就已经记到 瓦斯到底我们多长的时间 会用掉一个单位 瓦斯油沙拉油 只擦卫生纸没有做而已 几乎把每一个生活中的细节 都是严格控管 因为我是做得非常的细 而且是连续非常多年的做 记得这么细 真的可以赚到钱吗 这么细其实 我当时大概每个月可以多省 两千到一万块台币 两千到一万块 可是如果你稍微 当月有个大的支出 其实那个马上又都归零了 对 所以其实效果是不好的 我那时候是遇到什么 我遇到一个瓶颈 我发现其实我每个月还是要还这些负债 每个月剩得这么少 我就去找一个当时我认识最有钱的人 是我的保险经纪员 他就告诉我说 李博士 钱不是靠省出来 钱要靠赚出来 对 他说如果你省钱 你会很害怕金钱 省钱会很害怕金钱 因为你好不容易才累积一点点 你马上有损失或波动 就会比较抠就对了 对 你会很害怕 你根本不敢进股市 他说你一定要努力的赚 然后他就推我去上股票 做股票 你为什么不要记账就对了 不要省 不是 他只是第一步 你把自己整理清楚之后 你还是要努力赚钱 OK 好 所以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学习投资理财 从来不会 记账省一千两千 到现在五千万怎么赚的 我大概是花十三年的时间 在财务上我也很克制 我大概十几年不出国 不出国旅游 十几年不出国 不出国旅游 而且我当时 你等一下听听你隔壁的故事 对 我跟你说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买自住房 我都是租房子住 然后我把所有 你不是有房子吗 我的房子都是投资用 就是都租 包租婆 我都是租婆 就是我是收租的 可是你是 随时准备落跑吗 特别 你自己的房子是租的 你没有自住 我没有自住 你买来都是来收租的 对 但我都有收租房 因为这就是我 我这么坚持 就是我的理念的关键 我会相信说 钱一定要投在一个 会生钱的东西上 所以我不会浪费一分一毫 去用在消费 那我的关键 那股票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方法 所以我当时其实也从股票里 赚到了不少钱 OK 所以你不像一般人觉得说 要有个房地产比较安全 不能自住 我自己的价值观是不自住 对 一堆人在选自住房子 你说不能自住 但是我选投资房 我选得很认真啊 OK 我要知道它能租出去 而且我要希望它能增值 两头都赚 我很努力啊 OK OK 其实破除大家的概念 其实每个月有现金流进来 你觉得这个反而是最稳的 这是我人生目标 对 房子不一定要买来那边 死死地摆在那里 对对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变五千万大家会觉得 哇塞 你怎么办到的 而且刚刚还讲老公周年失业 他自己赚到这么多 股票 房地产 房地产就三千万了 对 这是收租的 收租的房地产 跟价差 不是自己住的 然后股票是这些年的股利加价差 那我计账那五百万是 我比一般人 计账可以省五百万哦 对 13年 你怎么省的 13年 因为一般人的储蓄率大概是两成 你们家赚很多吧 收入偏高 但是我又很省了 那一般是大概20% 我大概储蓄率到67% 67%持续了大概六年 我现在大概是55到60% 还是偏高 赚十块 你可以存快七块 七块 这是很苛刻的 所以你看我十年不出国 对 我也不知道名牌包是什么样子 OK 然后所有东西都是苛扣节省嘛 所以我其实过得很干啊 你不会想说给自己犒赏一下 让自己舒服一点吗 很严格 我一直到这几年才稍微让自己放松一点 OK 哇塞 那你投资心法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投资心法的关键啊 是菜市场理财法 菜市场理财法 什么意思 我从小在菜市场长大 那股票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东西嘛 我就尽量把每一档股票就想成一档生意 那小时候我们在菜市场的生意概念就是 我们要找会赚钱的对不对 摊位要会赚 它的关键字叫长期后利 长期后利 就是长时间赚大钱啦 简单这样 要放得久 而且可以赚很多的 我们都想啊 放久赚很多 我举例来讲 重点是怎么找啊 菜市场有没有卖红茶的有没有 卖红茶是不是 我们都说第一赚就是卖凉水 对 美冰的 美冰的 为什么他很赚钱因为他成本很低 可是他利润很高 那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冰店 他是在自己家里面 卖红茶冰卖什么 他先从一个小红茶开始 摊位然后变成店面 对 店面到最后他变冷冻包 就跑到超市去卖 那如果你可以把生意做到 从小摊贩做到大的 股票跟着一样 从小的赚到大 台积电就是这一种 长期后利 他那个后利怎么算出来 就是本除以利 那那个本是什么 在股票里面叫每股净值 这大家到时候再去查就好 那什么叫利 叫每股盈余 对 那利除以本 大于15% 长期就叫10年 10年以上大于15% 在低价买进握住他 长时间你一定会赚大钱 台积电就是这种股票 OK 就他长期都有在帮公司赚钱 长期的获利的经营的能力很好 而且这种也是长期 长期 可是大家都说台积电很贵 对 台积电20万 现在200多块 20几万嘛 那还是有便宜的 有10万的大统益 它也是符合这种长时间赚大钱 那你不要在1万点的时候进 你要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进去 买个一张测试一下 慢慢摆个三五年 时间久了 我股票从来不炒 我的房地产也从来不炒 我买进所有的资产 都握着五年以上 最少 最少五年 这很难得 不动 不动 你回去问一下 你的老公就知道 这很难得 你老公可能握五天 对啊 人家赚一千万 我们还融资一千万 那怎么回事啊 真的 他的概念就是说 要长期投资 对 可是五年第一 你要报得久 而且你要选得对 选得对 因为你选错 有人是五年下来 可能已经付70% 付80% 还舍不得卖 很恐怖 对 所以你怎么选到 这些好股票 就你刚刚讲的 本跟利益的观念 对 看ROE 这个东西叫ROE 大家只要去股票里面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概念就知道 OK ROE就是呢 你可以帮这个公司 这个赚钱的效率怎么样 ROE越高 当然就是越好 刚刚讲是15% 可是要长期 长期是个重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杰妈 杰妈刚刚从这个25岁 带着一个 六个月的小baby 单亲妈妈 很刻苦 一无所有 开始学投资理财 等等 你知道她最近 干了什么事情吗 现在女儿多大了 现在女儿在念这个硕士一年级 已经硕士了 好羡慕 苦劲干来了 你看看我的女儿在哪里 还在外太空飘啊 至今没有办法飘回地球 好 我的错 你既然已经可以带女儿 去浪迹天涯 对 你带她出国 我记得你上次讲过 100多天 对 136天 18个国家 哇塞 然后26000公里 横越了西伯利亚 开车吗 不是 就是沿途都是搭火车 然后坐船 坐巴士 OK 好 怎么有这个机会 带女儿去这一趟撞游 因为其实我本来自己就是 这是一直是我多年的梦想 对 然后就是想要去这个 做这样子的 横越欧亚的一个旅行 对 那时候就是刚好一个契机 那个是一个转机吧 就有一次我在台中火车站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中年妇女 提不动行李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担心 我是不是以后会像她一样 玩不动 对 玩不动 所以我回家 当下很冲动的 立刻写了一封辞职信给老板 说我要辞职 对 然后打电话就给我女儿说 请你办休学吧 那之所以可以这么做 休学 大三 大三 你也太帅气了吧 太帅气了 就是休息一年啦 对 就是让她休学 那我之所以可以这样做 或是因为我一直长期以来 都有在做投资 所以就不用担心说 我接下来可能是旅费啦 生活费啊 从哪里来 但是我想问你 哪有这个勇气啊 你其实你才40出头嘛 40几岁 没有啦快50了 快50 对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你们这边有那么严重 四舍五入好不好 看女生都这样 好可怕 明年就四舍了 明年就奔武了 真的啊 真的啊 那你是什么时候提出辞呈的 46岁年底的时候 46岁 那已经是大概快三年前的事了 快三年了 对 当时的勇气就是那个周年妇女给你的勇气 对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人生有些事当下不做 以后可能就不会做了 我觉得你女儿更有勇气 大三 大三 休学 陪妈妈出国 你这个家庭教育蛮特别的 可是因为其实人生你知道吗 要赚钱的日子还很长耶 对 所以我觉得晚一年去赚钱 对她来讲是好事啊 就是妈妈可以送她 她在念书耶 对 她不是去赚钱 她在念书耶 对 但是就是不急的让她就是 可能马上就是毕业 我觉得那时候就是 如果母女俩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 可以更好 好幸福 对 因为当时没有帮她选择一个好爸爸 所以送一个整个礼物给她 好感恩 好棒 其实我相信很多母女听了是很羡慕 跟女儿在一起136天 你觉得这个壮游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感情越来越好 对 就是越了解彼此 因为24 因为小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容易感情好的 可是长大之后你才会知道说 其实有一些磨合就在这当中可以发现 而且那段时间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可能 随便来看个电影或看到什么 就会说这是我们去过的 那种回忆是很美的 那是我觉得最难得的 好棒 好真的很棒很棒 你能够这样子的先财富自由 而且带女儿去圆梦 完成了很多人 到60岁都可能都还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你的关键是在你做了一些投资理财 你跟她不一样 她是买股票为主 你是做基金 你基金投资多久了 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 不过我没有财富自由 只是说一直有一些现金流可以进来 然后可以维持我基本的生活 让我去圆梦 那也很棒 你分享一下你怎么开始做 因为你刚刚讲是你一无所有 就带一个女儿 对 你怎么开始投资基金 那时候钱也不多 那时候就是所有的钱就是我的薪水 对然后可是薪水就是还好 不过那时候因为我开始就是只有我靠我自己养女儿之后 我马上换了工作 我从业务转战为就是一般的这个内勤的员工 因为收入会比较稳定 然后我那时候先做好保险规划 因为女儿要靠我 然后我的爷爷奶奶年纪很大了 我不能就是万一怕我怎么了 然后就是女儿也是没人带 然后爷爷奶奶怎么办 那我做好保险规划之后 我就开始投这个基金 因为我想说这个我要聘工作很忙 然后也不懂股票 所以就专业的事情交给专家 那我每个月就是扣款一万块 然后分成两档 然后随着我的薪水增加 然后就可能就是大概有三成 至少三成放在基金里头 对然后就这样一直投资 你也是扣长期的吗 对二十几年 一档可以扣二十几年 不是一档就是非常多档 但是我最报最长的一档 是报十七年副档 十七年 你很厉害 基金可以撑十七年一档 对了不起 刚才提供报五年 我已经觉得蛮厉害 你婚姻还长 基金判十七年 男人不可靠 基金好像比较可靠 你看看为什么女人比较会理财 我们刚刚看到统计数据 其实真的有意义的 女生可以报这么久 各位男性朋友 你有办法一个股票报五年 基金报十七年吗 讲实在我觉得很多男生 没有那么多的耐心跟等待 女人就是有这种任性等待 投资一个一大的要求 就是你要有耐心 你十七年那一档报酬率怎么样 最高四百% 四百倍吗 四倍 可是你没有赎回 我后来就是十七年吧 我后来就赎回了 OK 然后我就是靠 就是你那时候买的是富达欧小 那刚好就是去欧洲玩了 OK 富达欧小那时候 如果你是在前期的话 其实赚蛮多的 非常多 汇率跟这个价差全部都赚到 好我们先看一下 你现在我目前看到的这个 手板上你现在买的是 哇一字排开都是债券 这是你最近的最新的一个资产配置 四十岁以后 四十岁以后 对四十岁以后 因为欧小是比较充的股票型基金 现在变成债券型基金 对现在变成债券型基金 为什么这样配置 因为那时候就是考虑到四十岁以后 需要就是退休之后的 对现金流 所以我 而且我一向是比较偏保守型的 对 对所以我现在大概配置上 就是在这一些 可能像全球的高收益在 然后美元高收益在 新兴市场 然后跟欧洲 你不买股票了 股票的话 我现在就只有这个单一的 这个入股ETF 那我就很少碰股票 只有一些早期的股票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